在今天雷霆队以116比118输给活塞之后 OKC今年的季前赛之旅正式结束 他们虽然只拿到了两胜三负的成绩 但充分地完成了季前赛的任务 球员们已经准备好要迎接常规赛了 大家好,我是Terry 本场比赛,雷霆22年榜眼秀Chad再次出战14分钟 全场9投4中,3分球3投1中,罚球1发1中 贡献10分4篮板1注攻3封盖的数据 正负只为正切 相较于进攻端投篮手感有些一般 Chad在防守端的表现则更让人印象深刻 甚至可以用拼命二字来形容 一上来就连续为对手送上火锅 感觉Chad想要把活塞队员每一次的出手都要封盖下来一样 包括双手定板封盖只能赌卵的扣篮 也包括封盖尔瑟·康普森的一技快攻上篮 这次Chad在封盖之后倒地 揉了揉右膝盖才站起来 着实让人有些为他担心 替前赛这么拼命干嘛 他去年赛季报销就是一次尝试封盖对手后落地造成的 但这恰恰就说明了Chad在防守端不去对抗 同时想要打出影响力的决心 他不管是野球比赛 下季联赛还是季前赛都全力以赴 哪怕第一节就吃到两次犯规 哪怕也被巴格里隔扣过 他都没有想过要退缩 在Chad出战的四场季前赛中 他场均打18分中 得到16.3分 5篮板2封盖1助攻的数据 投来命中率57% 3分球命中率50% 8球命中率75% 从下季联赛到季前赛 Chad作为四号位出现在先发阵容中 打得如鱼得水 攻防两端 他都会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 队友们也都非常信任他 也许在雷霆Chad没有无限的出手权 这是他在争夺最佳新秀时的劣势 但能在一支气氛融洽 化学反应优秀的队伍中成长 让这位年轻人看起来前途不可限量 本场比赛Chad依然可以拿到A减的评分 而整个季前赛Chad评分足以打到A 后场方面 雷霆少主亚历山大今天休战 博蓝手感不及上一场 出战25分钟 12投5中 3分球2投0中 罚球8发4中 得到14分7篮板7助攻的数据 同时出现三次失误 正负值为-12 平分为B 将是Gate的天赋和球商毋庸置疑 但进入NBA第三年 球迷们希望看到他在远投方面的进步 不然在对抗高水平球队时 这一点必然会成为对手一直针对的劣势 至于去年一轮12选为新秀JWG Williams 他此一有15投7中 3分球3投1中 罚球5罚5中 贡献全场最高的20分 外加5助攻1抢端的表现 平分可以达到A 接着是活塞者 BN表现最好的是 今年50位新秀阿瑟汤普森 他出战22分钟 8投5中 3分球3投2中 罚球8发6中 得到18分8篮板3助攻 2抢端1封盖 填满技术表格的同时 拿到了正12的正负值 汤普森除了在防守端 可以单防对手顶级的外线持球者之外 进攻端看起来也无所不能 可以持球为队友创造机会 可以接球命中定点投篮 也可以在转换进攻中 展现自己超强的身体天赋 这位来自于OTE的体能怪 看起来很适应 在CC身边打球 两人一起出现在球场上 对于对手来说 就是双重威胁 本场而是汤普森的评分 可以达到A 活塞21年状元 球队老大康尼汉 本场打了22分钟 10投5中 3分就3投2中 罚球2反2中 得到14分 6篮板5助攻的数据 状态明显在逐步提升 他在比赛中 除了命中了更多投篮之外 还送出了几颗 非常漂亮的传球 尤其是一颗助攻 支援赌卵的空接扣篮 无论是时机的把握 还是送球的精准程度 都展现出了CC 做了一名持球大合的 顶级组织能力 相对来说 CC是明慢热的球员 在他逐渐找到感觉之后 会让身边的队友们 打得更加舒服 活塞队的整体战斗能力 也会得到不小的提升 而他的新秀第三年 也该爆发一下了 此一CC的评分 可以达到A减 此外活塞 去年一轮50位新秀 支援Ivy 此一贡献了13分 四篮板两助攻 一抢断的数据 但控制失误和犯规上 做得不好 出现5次犯规 6次失误 此一评分为B加 而在今天 黄蜂狂复绿军的比赛中 今年榜眼秀巴马 Brand Miller 替补打了28分钟 全场12投3中 3分球3投0中 罚球两发2中 得分再次没有上双 只有8分 其篮板四助攻 三抢断的表现 失误为5次 感觉Miller现在 又像夏莲时一样 在球场上越想打好 却越找不到感觉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他是能做很多事情 包括篮板防守 但作为一名 侧翼得分手来说 进攻端打不出来效率 是很可怕的事情 Miller如何才能走出来 还是要看他自己 和球队教练组的 共同努力 此一Miller的评分 只能达到C 兄弟们 这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